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日本将任命前亚洲事务主管金山建制为中国特使 保时捷设计负责人表示 中国的电动汽车推动了更前卫的汽车概念 贵州茅台的抛售预示着中国股市的反弹 分析师们 美国增加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以应对对其军队的袭击 请大家收看 日本将任命前亚洲事务主管金山建制为中国特使 日本时报 预计前高级官员和亚洲事务负责人金山建二 将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大使 目前担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金山 将成为七年来首位无需接受中文培训的大使 由于日中关系依然紧张 他将面临艰巨的任务 保时捷设计负责人表示 中国的电动汽车推动了更前卫的汽车概念 彭博社 保时捷的设计总监迈克尔 马尔表示 来自中国的新电动汽车市场竞争对手 使得德国设计师更加愿意尝试更冒险的车辆概念 马尔认为 这些初创企业没有传统要维护 能够采取完全不同的汽车设计方法 这对于传统制造商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影响 电动汽车市场正在快速发展 马尔认为 德国汽车制造商在设计方面有更大的潜力 前提是 他们能够在创新和熟悉感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 贵州茅台的抛售预示着中国股市的反弹 分析师们 南华早报 中国酒夜巨头贵州茅台的股票出现了近一年来最大的下跌 分析师预测市场底部即将到来 在过去十年中 该股票的大幅下跌 往往会在基准指数 CSI300指数上涨之后出现 在2013年下跌19%之后 该指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上涨了6% 而2018年10月下跌25%之后 基准指数上涨了23% 去年10月该股票下跌23%后 CSI300指数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 上涨了15% 美国增加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以应对对其军队的袭击 南华早报 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末段高空区域防御 TED系统和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营 以应对最近对美军在该地区的袭击 这一决定是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 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飙升之际做出的 五角大楼已经将2000名军队置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次部署是拜登政府在两年前 从中东撤回防空系统之后进行的 TED系统拥有强大的雷达 此前曾部署在韩国 引起了中国的愤怒 自以色列与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开始以来 对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有所增加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带来新鲜热辣的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动态 日本将任命金山剑制为中国特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考虑到日中关系的紧张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金山剑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前高级官员和亚洲事务负责人 他将成为七年来首位无需接受中文培训的大使 我们期待他能够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做出积极的贡献 接下来是汽车界的消息 保时捷的设计负责人表示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推动了更前卫的汽车概念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来自中国的新电动汽车市场竞争对手 使得德国设计师更加愿意尝试更冒险的车辆概念 这对于传统制造商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影响 因为这些初创企业没有传统要维护 能够采取完全不同的汽车设计方法 电动汽车市场正在快速发展 德国汽车制造商在设计方面有更大的潜力 只要他们能够在创新和熟悉感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 接下来是中国股市的消息 贵州茅台的抛售预示着市场底部即将到来 贵州茅台是中国酒业的巨头 其股票近年来出现了大幅下跌 根据分析师的预测 这通常意味着市场将触底反弹 过去十年中 每当贵州茅台的股票大幅下跌后 基准指数CSI300指数往往会上涨 这显示出这家公司对整个市场的重要性 并且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美国的 美国增加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对其军队的袭击 这是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做出的决定 该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 五角大楼已经将2000名军队置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次部署是拜登政府在两年前从中东撤回防空系统之后进行的 这将增加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御能力 以应对最近对其军队的袭击 这个决定可能引起一些争议 但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必要的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非常丰富多彩 我们看到了日本任命新的中国特使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影响 中国股市的动态 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这些都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现在就加入讨论 提出你的问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如果您可以订阅